风暴眼13名经销商投诉娃哈哈关联 公司收钱不发货 设资数百万 近年娃哈哈的发展一波三折 在打入年轻人市场不畅的情况下 曾让娃哈哈走向巅峰的营销网络 也疑似出现争议 近日有经销商向凤凰网风暴眼爆料称 他们在娃哈哈旗下小玩罐饮料总经销商处 签约一批小玩罐饮料 但是钱打了 却只收到一批货物 后续货物及后期承诺的退款迟迟未收到 凤凰网风暴眼经过多方了解后发现 这是宗庆后为涉嫌原始股骗局和传销的公司站台后 又一起娃哈哈品牌合作方出现问题 经销商们爆料的娃哈哈小玩罐产品 为宗庆后公司旗下产品 早在去年停止生产 总经销商资金链断裂 股东之间发生内讧 深陷多起诉讼 作为娃哈哈旗下产品 小玩罐苏打气泡柠檬茶 虽然曾被寄予厚望 试图打入年轻群体消费市场 但最后却还是昙花一见 与此同时 有不少经销商向凤凰网风暴眼反映 其2021年在娃哈哈总经销商 中亚创投食品有限公司订购的小玩罐产品 至今没有收到全部货物 后期该公司高层向其许诺退还的剩余款项 也没有收到 作为酒水行业的超级盛宴 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 历来是各例酒水饮料厂商 代理商蜂拥而至寻求商业机会的地方 经销商老陈就是在2021年4月 成都糖酒商品交易会上接触到的中亚创投 老陈当天来到中亚创投的展金后 环顾四周 一面墙上印制娃哈哈三颗红色大字的logo 下面陈列招数排娃哈哈小玩罐产品 另一面堂是小玩罐的品牌形象展示 看起来规格和档次都很高档 中亚创投的工作人员 自称为娃哈哈小玩罐的总经销商 出于对娃哈哈品牌的信赖 老陈当场签署了合约 支付了8万块钱 展会结束后 老陈便把剩余款项总共26.4万全部转入了中亚创投账户 之后便着手选址装修人员招聘 4月底老陈收到第一批货物总共1000件 但是老陈左等右盘 直到11月剩余货物仍迟迟没有收到 老陈透露 根据他付的货款 他实际上已经订购了 差不多3000多件的小蓝罐产品 算上中亚创投重货的65%的赠品 合计将近5000件 全国范围内 老陈的遭遇并非可按 同老陈一起维权的还有十多位经销商 来自北京的小颜也是在去年的成都糖酒会上 与中亚创投签署的协议 因为来自一线城市北京 所以中亚创投希望小颜买500万的货物 还承诺另外给他80%的赠品 鉴于是新品 小颜不想冒险 所以投资150万试水 当时小颜先支付了10万订金 后来回京后贷款140万补齐了尾款 随后小颜面对的便是跟老陈一样的境况 在收到第一批1000件货物后 便被中亚创投以各种理由拖延发货 经销商万拿到的正式文件 双方的争议员与经销合同条款中 不引人注意的一条细则 经销商每月应下单 并完成每须300箱的商品 否则总经销商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 以收取的商品货款不予退还 这也是后来让老陈意识到受骗的关键之一 老陈认为 这从头到尾就是中亚创投设下的骗局 是一场诈骗 中亚创投打着娃哈哈的名义 让经销商加入 然后在合同中设置一些难以完成的任务 最后以此为理由拒绝经销商的退款要求 而为何在签合同时没有发现呢 多位经销商透露 当时在成都糖酒会上签的协议 并不是正式文件 只是一个简单的预付款协议 正式合同是在成都糖酒会后陆续拿到的 当时他们已经在成都糖酒会上交了部分定金 后期签合同时中亚创投 也私下告诉他们只是走行事 具体条款可以商量 再加上娃哈哈的品牌影响力 他们并没有过多顾虑 就签了 老陈还告诉凤凰网风暴言 从行业来讲 没有完成任务量 就不被发胜于货物是不合适的 因为经销商已经将货款转入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才是正常买卖方式 而小玩罐卖不出去 并不是他个人或者区域问题 在成都糖酒会以及后来跟业务员的交流中 中亚创投反复强调 会把他啊进娃哈哈的全国快销网中 以表示会给他介绍客户 并且娃哈哈后期会有大量的广告宣传 当时老陈接收到信息是 小玩罐产品不筹卖 现实是 由于当时中亚创投并没有对接给我们快销网 娃哈哈的广告也没有完全铺展开 导致小玩罐在该省份的销量并不是很好 他们设置的每月每个曲线300箱的任务量 比较难完成 老陈表示 至少有四位经销商都向凤凰网峰爆眼表示 小玩罐市场根本很难打开 但是却成为多亚创投不发货的理由 而中亚创投却希望经销商继续打款后才能发货 中亚创投股东之一马志告诉凤凰网峰爆眼 中亚创投是娃哈哈小玩罐的总经销商 下属经销商拿到的是经销权 不是一分钱一分货那么简单 马志所说的经销权 即某家销售商在某个区域内的独家销售权 同时双方合作协议也规定 经销商必须完成月度销售量 否则中亚创投有权终止合作 因老陈没有完成月度任务量 中亚创投给老陈发的催款函 而老陈等多数经销商认为 他们第一次的货物还没有全部收到 中亚创投承诺的没有完全兑现 我们没有理由再继续履行合同 但根据双方协议 中亚创投有责任发出尚未发完的货物 对此 马志称具体条款制定并不是出自他手 他也不是很清楚 凤凰网风暴眼不完全统计 这些经销商里面 少则投入15万 多则300万 还有至少两位经销商投了100多万 加上他们后期的租场地 装修 运维等费用 涉及金额至少500万 铺节的区域范围也很广 包括内蒙古 北京 哈尔滨 山西等地 多位经销商在收到第一批货物 且连续数月无后续货物后 曾多次要求约见中亚创投负责人马志 走投无路之下 马志也终于在2021年年底前后 向部分经销商普入实情 至少两位经销商向凤凰网风暴眼透露 马志告诉他们 中亚创投内部出现分歧 已经没钱 也没产品了 凤凰网风暴眼联系到马志 他也承认正是因为中亚创投资金链断裂 才导致部分经销商剩余产品无法发出 目前资金确实碰到一些困难 我们还在努力调整 既有其他人欠公司钱的 也有公司欠其他人的 我们也在努力追讨债务 用以偿还经销商的产品或欠款 另外中亚创投还深陷多个诉讼 天眼查显示中亚创投涉及两条开庭公告 马志称 有些诉讼正处于起诉阶段 有些诉讼正在审理中 他正在积极解决诉讼问题 根据马志的表述 中亚创投股东之间已经发生内讧 上述诉讼也多是前股东留下的烂摊子 他于2020年作为一个小股东 开始参与公司的销售体系 很多法务合同 财务的具体事情并不知晓 直到2021年才陆续意识到公司账务有问题 2020年11月 随着前两大股东黄克成和潘元杰 逐渐退出公司管理 马志开始成为公司的真正掌控人 全权负责公司大小事务 据他介绍 他目前正在起诉黄克成和潘元杰 马志的说法与天眼查上预留的工商信息 也基本吻合 天眼查显示 中亚创投成立于2019年9月24日 注册资本为3000万人民币 但实缴资本为零 最初股东为只有黄克成和潘元杰 2020年3月23日 马志和宗祁军加入 6个月后 宗祁军退出 同时法人由潘元杰换成马志 潘元杰也退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 2022年2月18日 黄克成 潘元杰正式退出中亚创投 中亚创投股东结构变成洪洪德和马志 分别占股90%和10% 法定代表人已由马志换成洪洪德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中亚创投现任大股东为洪洪德 而多位经销商告诉凤凰网封报言 洪洪德系马志亲属 且身患重症 马志之举在试图推卸自己的法律责任 其中一位经销商表示 针对股东内货问题 凤凰网封报言致电黄克成 黄克成表示 目前它已经退出中亚创投 跟中亚创投业务没有任何联系 暂时不方便给予回应 实际上早在2020年 气泡茶饮在全国火爆发展的一年 娃哈哈小然罐苏达气泡柠檬茶 就已经在市场上出现 但是宣传力度寥寥 2021年夜还处于大力招商阶段 三个月后 中亚创投才成为娃哈哈小然罐的总经销商 凤凰网封报言获得文件显示 2021年4月1日 娃哈哈集团将娃哈哈品牌 授予大理宗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授权有效期为 2021年4月1日至2023年4月1日 随后 大理宗盛授权中亚创投为娃哈哈小然罐饮料 在中国大陆的总经销商 而大理宗盛的股东不是别人 正是娃哈哈集团创始人 宗庆厚 宗泽厚兄弟 天眼茶显示 大理宗盛成立于2016年 股权结构中 宗庆厚 宗泽厚虽没有直接持股 但通过间接持有14% 32%股份成为最终受益人 公司主要依托娃哈哈的品牌和渠道 以自动售获机为载体 构建全国性的智能化零售终端网络 这意味着 娃哈哈集团通过将娃哈哈品牌 授权给自己的关联公司 推出小然罐新产品 但是好景不长 半年后 凤凰网风暴眼了解到 娃哈哈小然罐已经停止生产 合作方中亚创投资金链断裂 深陷多起诉讼 这不是娃哈哈第一次在品牌合作上出现问题 2020年9月 娃哈哈曾因创始人宗庆后 给一个疑似传销家非法集资的 河南威达公司站台 还和威达公司联合推出 娃哈哈秘宝饮品 被推上风口昂间 根据媒体报道 河南威达公司全称为河南威达 共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当时以拉人头方式发展了3万会员 并以5G互联网为噱头 售卖智能产品微致磨合 和小达小达 除了涉嫌传销外 威达公司还以上市发售原始股的方式 向新老会员集资4000万港币 为了推广娃哈哈秘宝饮品 宗庆后于2020年6日西日陈往郑州 在威达公司召开的周年庆典上致辞 娃哈哈尽管随后发布官方声明辟谣称 威达公司系赛制公司下属经销企业 与娃哈哈集团并无关联 赛制公司只是娃哈哈的商标授与方 但也给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 造成不小的名誉损失 而娃哈哈小达罐产品与上述产品模式不同 经销商威达公司推出的蜂蜜制品 并非娃哈哈自行生产和营销 只是娃哈哈集团将娃哈哈的商标 授与赛制生物 后者自行生产属于T牌行为 而娃哈哈小达罐则属于宗庆后公司的自有产品 不只是借用娃哈哈品牌 而且自行负责生产和销售授权 凤凰网风暴眼从宗庆后公司娃哈哈集团 至少两位员工处获悉小昂贯属于大理宗庆旗下产品 那么总经销商中亚创口出现问题 作为厂家的宗室兄弟公司大理宗庆在审核 管理旗下经销商中亚创投时 是否存在失职行为 创始人宗室兄弟在选择总经销商时 是否失查凤凰网风暴眼致电大理宗庆 对方回应道 如果是自动售后机出现问题 经销商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向客服反应 如果不是售后机问题 经销商可以直接去找签合同的上一级代理商 或经销商协商处理 娃哈哈集团方面也暂未给出回应 大理宗庆对此是否承担责任 主要是看大理宗庆对此事是否有参与 比如资金是否支付到大理宗庆 是否有证据证实 中亚创投是受大理宗庆的委托负责招商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徐延轩 告诉凤凰网风暴眼 徐延轩认为 如果大理宗庆授权书为真 经销商完全有理由相信 中亚创投是受大理宗庆的委托来实施的经销行为 否则不可能相信中亚创投 那么大理宗庆是可能要承担责任的 大理宗庆在承担责任后 在依据跟中亚创投的协议进行追偿 参照威达公司的案例 娃哈哈在声明中曾表明 作为娃哈哈品牌合作方的 赛制公司未尽到对下属经销企业 进行严格审查和管理的义务 这是否也意味着 作为娃哈哈品牌合作方的宗庆货公司 实际上也存在未尽到对下属经销企业 进行严格审查和管理的义务的问题 目前经销商小李正因为小玩罐陷入债务危机 他曾经营代理过多家日用产品 因为疫情影响 生意不嫌不淡 也没怎么挣到钱 2021年4月 他从河南专门跑到成都 参加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 寻求新的商业机会 因为相信娃哈哈的品牌 不顾家人的反对 从银行借款50万经销娃哈哈小玩罐 从缴获款到选择办公室 退备人员 辛苦筹备数月 但万事齐备 却迟迟等过来剩余货物 他不仅50万资金投资 迟迟得不到回报 银行的50万贷款 也即将到期 他和其他几位经销商准备联合起来 起诉中亚创投 试图挽回损失 好 我们下期再见